一般认为若是把钱存放在年金中 可以为退休后带来稳定收入 以及增加财务感 现在市面上也有许多种年金产品 也有许多机构在推销年金 究竟年金是什么样的投资工具 有哪些优缺点又适合哪些人 下面要带您听听专家的解释 年金是一个退休储蓄的工具 比如说你是逐渐地把钱存到这个account里面 或者是一次把钱存到这个account里面 然后在固定的时间内 你都存在里面 然后就是收利息 这就是所谓的年金 annuity的投资方法 它是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的退休储蓄工具 保险规划师培应期指出 年金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由保险公司给予每年固定的利息收益 是所谓的定息年金 另外一种是变动年金 它渴望提供更高的收益 但是风险也比较高 那么投资年金有什么好处呢 培应期的解释是 第一个它就是可以延税 所以你只要钱不去动 它里面就是可以 你的钱就是tax deferred 你不需要另外去付税 那第二个好处就是说 它很像一个人寿保险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它没有最高的金额的限制 所以你想要投资多少钱都是OK的 然后加上它不用每年的 一定要再去重新的投资 当然投资年金也有它的缺点 培应期说主要是投资税和费用比较高 当它要把真的要把钱拿出来的时候 它将会有一个蛮高的一个投资税 比其他的一个长期投资的税要高 那另外就是还有说 怎么讲呢 它有一些费用 那有些像CD来讲说它费用不高 可是年金它都是有个费用 想要投资年金 要注意的是 年金是长期投资的工具 没有存放到一定的年限就拿出来用 会面临罚款的问题 那通常就是说 十年内 七年到十年内左右 都是有一个surrender charge 可是当你到59岁半 如果说你59岁半还没到之前 就想要把钱拿出来的话 IRS国税局本身 也会给你10%的这个罚款 所以在投资年金之前要仔细衡量 免得利息没赚到 反而被罚款 18台新闻黄明仪 张艺锐 洛杉矶采访报道